轩儿 听说你这两日都没有吃东西 这怎么行 轩儿 听三哥的话 吃点吧 轩儿 你倒是吃东西啊 你个臭小子 自打你来 就一直在扫这块地 这块地都让你擦亮了 还不快扫别出去 是 我这小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我静冤的东西 死活只能我说了算 他怎么还不出来 该不会 轩儿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三哥 不要 三哥 不要 不要 轩儿 想死啊 我们这种身份是不能进内院的 轩儿 你好自为之 是我生病 捧传染三哥 三哥以后还是不要来了 若他嫁给你能够幸福 我放手便是 可是你 小姐 您多少吃点东西吧 诶 唐仁 哪里来的唐仁啊 怎么会有唐仁 难道是他来了 浮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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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如花如沉 浮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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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几分 惹 惹 忍 为 甘 浮 生 恩 却 作 之 忠 小姐 奴婢今天没有准备过唐仁 这来路不明的东西 你还是别吃了吧 终于吃点东西 哼 你这个没有心肝脾肺肾的闷葫芦 没事不找我 找我就让我买唐仁 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本姑娘的厉害 我先把你的吃吧吃了 让你 还挺好吃的 算了 原谅你了 百里文龙 我要一点点把你喜欢的 在意的 想要的 对你有利的东西 一点点摘除 我要一点点把你喜欢的 我要让你尝尽痛苦 受尽侮辱 承主也真是的 就绝个十二眼 当时我被他欺负上那个样子都不来看我 现在恨不得天天跑过去看他 不行 夫君是我的 我得想办法 端木夫人 央青大总管求见 他来干什么 两班皆是可 最独妇妇人心 这个端木密 自打见了央青之后 连夜 回了趟 文相府 一日 关于 城主夫人 百里新鲜的风流 异事 便在 昭华城内 蔓延 那路人揭穿 城主夫人 在嫁给城主之前 与人 有染 一时间 街头巷尾 是议论 纷纷 真太不像话 夫人 出事了 果然被关起来了 关你一辈子才好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常有人说 冤事可解 流言至死 堂堂城主夫人 传出这些事情 也不知道城主 会怎么行 这个声音 好香的 我在幻想什么 怎么可能 这 这香莲修好了 怎么可能 那个我怎么也 找不到的碎片 怎么 是他 一定是他 夫人 城主有令 不许您踏出房门半步 福业 你在哪 你来了对不对 福业 福大少子 不好 雪儿 不要 吓死我了 我就知道是你 还在 夫人 要是不信 试试 真的是你吗 这不是梦吧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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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了 这么多天没吃东西 身体受不住了 薛儿 所有的事我都知道了 跟我走吧 我知道 你是怕牵连到我副家 别担心 我一定想个好法子 让你劝势而退 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跟你走 梁总管 做个交易吧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怎么 就不怕是个陷阱吗 只要可以见到他 就算是陷阱 我一跳 福玉 我离你的秘密 不远了 福公子 想跟我做什么交易 这句话 得我问你吧 各局所需才叫交易 梁总管 梁总管 亮底牌吧 秘密 啊 你爷爷手里那个秘密 到底是什么 他有什么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